凭什么要驱赶房车? 我有一个房车车友叫长哥 为了过冬,专门在云南的一个县城 买了一套二手房 这个二手房的小区是一个老小区 对每位业主提供免费停车 今天冬天,长哥开着房车 来到他买的二手房这个小区 进小区之后发现 小区停车场就有一个车位 于是,长哥将房车停在这个位置上 停车的时候,长哥还将车头朝外停放 左右两边的轮子在线内 但是这个车位比较短 长哥房车的车头超出来 停车位将近50公分 长哥就收拾行李回他的房间里去了 由于长哥房车停的位置 在小区的中间,车头又长 给进出的车辆带来了一定的不便 大家都小心翼翼的绕着他的车走 生怕刮了他的车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从北方到这里租房过冬的人越来越多 不少人也是开着车过来的 给本来就紧张的车位 带来了更大的负荷 很多这里的业主 回来晚了之后就没有位置停车了 有一天一位业主老猴从昆明回来 发现停车场都停满了车 唯独在成哥房车旁边有一个空位 这个空车位左右都有车 车位左边是成哥的房车 车位的右边停放一辆小车 这辆小车停车也不规范 他的左侧车轮也骑在这个线上停放 这样一来这个车位就变窄了 老猴费了半天劲才将车停进去 但是下车费老劲了 好在老猴比较瘦 也许从夹缝中钻了出来 老猴就对成哥这个房车意见非常大 认为是成哥的房车占了位置比较宽 于是便找物业 想问一下房车是怎么回事 小区内怎么会停房车 物业经理给他解释了 房车车主也是这里的业主 但是老猴认为 房车不应该停在小车位置 因为房车太大了 停在这里害事 还跟物业讲了他刚才停车 出门难的事 强烈要求物业将房车赶出去 不允许他停在小车位置 由于老猴是这里的老业主 平时又在昆明工作 物业也不敢得罪老猴 便将成哥叫到物业办公室 和成哥讲了老猴的诉求 成哥一听就不高兴了 对物业和老猴说 一 我是这里的业主 有权在这里免费停车 二 我的房车 虽然看起来比较大 但它是小心客车的一种 说报便拿出房车的行驶证 给大家看行驶车上清清楚楚写着 小型旅居客车 蓝牌C罩就可以驾驶 节假日和小车一样 可以享受高速免费 基于以上两点 成哥说自己的房车可以停在这里 但是老猴坚持说 房车太大了 不应该停在这里 便与成哥辩论起来 争吵起来 物业经理看了此情况 赶快出面调节 对成哥讲 等停车场边上有车位的时候 让成哥把房车停过去 本来成哥也有此意 但是老猴这种态度 不让成哥停房车 顿时俱脾气也上来了 对着众人讲起来狠话 成哥说 我就把车停在这里 不挪 我看能怎么样 老猴也来了脾气 你要是不挪车 我就把你车砸了 成哥冷笑一声说 去砸呀 我等着 一时间 气氛变得十分紧张 物业经理健壮 赶紧出面制止 做了一番工作 双方才平息下来 但是双方都不服气 成哥回家之后 再也没有挪车了 老猴见交涉无果 十分气愤 将此事上报给社区 一是反应 无也不作为 没有管理好停车场 让房车停在这里 二是反应 成哥的房车停在这里 妨碍大家 要求成哥 把房车开出去 普通小车位 不能停房车 到目前为止 这个事情 还在处理当中 大家对房车 停在小车位上 有什么看法吗 欢迎大家讨论人员点赞转发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转发